從瘋浩開始 讓他們剛好坐在自己的老師的旁邊 好 大家好 我是張瘋浩 然後在遊戲開始裡面是 演的是數學篇 我就要裡面演的是林志書 然後是小韓姐的學生 大家好 我是周小韓 然後我在戲裡面 他演的是一個 看起來嚴肅不苟演笑 但卻很神秘的一位數學老師 好啊 把我的自己偷走了 我也是一個教授 一個物理學的教授叫補教授 也是很神秘的一個角色 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我覺得因為 可能這是外貌 透露就是外貌長這樣 但是內心的不是那樣 就是真的這樣 不能太多 歡迎 大家好 我是盧優 我飾演的是子欣 一個為愛付出瘋狂的女學生 好耶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遊戲開始 其實是一個懸疑的效能片 然後它是分數學篇跟物理篇 那四個人都要透過數學跟物理的知識 然後來闖關跟情編 那其實四個人都跟物理跟數學都有一些相關 像宇薇就是 從小就對物理史很好奇 可以聊聊 就是一個宅男 喜歡研究很多東西 就是真的是好奇寶寶 然後就是很簡單 就是拿一個氣球一直磨擦的時候 為什麼會出電 這樣的好奇 我覺得還蠻就是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卻有它的一些 很解釋不出來的一些效果 我才會有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你以前物理成績是很好的 剛開始不好 就是被逼了 到最後 反而是糖果 讓我給 教授 就是給了糖果之後 才開始會有一種 比較 開始 學的物理還蠻有興趣的 他的教法就是這樣 你不要想歪 只是糖果 你答對了 然後就給你糖果吃 這樣做會不會給到糖果 會會會會 會會會會 因為 我遇到的是他就是用這個方式去 去教 人家每次教育 跟我們甜鴨教育一樣 所以你還是需要有些利用 才會 鼓勵啦 就是一種鼓勵啦 鼓勵是利用 利用 好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 就是問一個問題 對於就是 地心引力啊什麼什麼 然後答對了 老師答對了 然後就有一個Jolly Rancher 對 我是覺得還蠻有效 這個效率還蠻高 還蠻不錯的 就是呼應學生就是 雖然是很無聊的東西 但是就是用其他外圍的東西去 嗯 去影響他的那個注意力 影響他的興趣 那小蘭數學好 超爛 是嗎 超爛 我是完全的文科 寶寶 哦 對 是爛到什麼地步啊 會被盪掉 爛到 就是家人可能會 一樣用這種 甜頭的方式 譬如說 及格的話呢 就給你 給你獎金 的這個方法 鼓勵你學習 那很 很好耶 比糖果好多耶 那你有拿到獎金嗎 機率很低 但其實只要幾個就會有錢了 這樣 可能就幾百 資助理系股是也是要那個樹 我離樹裡最近的一課就是考大學的時候 那其實我本來就一直想要念文科或設計 設計相關 對 但本來家人就不讓我念 他們就覺得 哎呀學這個沒有用啦 怎樣怎樣什麼 然後我們那個年代 那時候電腦剛就很盛行 就是學習電腦是一件 很有未來的發展 所以家人就是慫恿我去念電腦 所以我就選了資訊系 就是一個 我真的是不可能會選的系 就硬田就剛好就上了 上的時候就念念一個學期之後 實在是太痛苦 因為完全不是我的世界 就是班上的人都是 男生 對 百分之八十都男生 而且都是比較宅的那種 所以 主要是一位宅嗎 不是就是 就是 變得是沒有什麼 沒有你想像中的大學生活嘛 不是想像中說 什麼聯誼啊 社團啊 我覺得 可是在那個系裡面 我沒有辦法感受到那種大學生活 就是大家每天下課就是一直在惡補 因為它真的太難了 什麼C++那些真的是太難太難了 所以你真的有學 很多那些男同最主動把你惡補吧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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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可能已經有點自顧不暇 因為我選的那個學院是用全英文 全英文教C++ 包含我那時候上國文歷史課也用英文教 你為什麼要學那麼 那時候就想自我挑戰 因為那時候叫國際學院 那時候就想說啊 因為可以順便學到英文 結果沒想到真的太看得起自己了 就是用全英文教數學歷史 國文孔子那些都是用英文教你 那你太痛苦了 孔子 對啊就是所有文語那些都是用英文教 全部都用英文教 全英文 我們中文都聽不懂 孔子至少聽得懂啊 不是你用英文耶 對啊還蠻特別 所以真的很 那段時間真的是很崩潰 所以後來就放棄重考 有家庭革命嗎 沒有啊就是有跟家人說 這真的不是我想像中文 因為我覺得用中文學習可能還過得去一點 全英文真的是有點太難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好吧 那不是有尊重你的決定 有 就讓我從填智樂從考 就是我都填 全部都填英文系 那妍妍有說你是理科小排 對啊 對啊就是平常在學校 因為我是一個蠻認真讀書的人 在學時間 然後就是很認真想要讀好 結果就是物理的方面 從來沒有考幾個過 而且我高中就是數學考過零分 零分很難考 沒有因為我很認真的背了公式 可是我是那種看到題目 就會完全知道要套入什麼公式 就是我在補習班都可以考一百分 可是一到段考考就完全無法那一種 那你會崩潰的那一種 有啊我國中第一次不及格的時候 回家大哭 坐在電視前面大哭 他家人有安慰你嗎 他說 他就說 哎呀你讀私立學校本來競爭力就很大 然後下一句就是 所以你要更加油 更認真努力讀書 那結論是 結論是我 學測就沒有考試 我爸媽都放棄了 還是你爸媽還留給你糖果 就讓你數學從頭 沒有他們覺得既然我這麼沒有天分 那就好好把文科讀 好 對 不錯 學測也直接放學數學 學測也很好欸 我高中數學不錯 你是我唯一四個人 我自己不信 數理還有 把題目解答出來 對 我們裡面有些數學跟目的題目很難喔 你說崩潰就是自己自己答 你太不忘了 這個我問老師 我問老師 我高中是數理比較好 但是因為我喜歡表演 所以就選 硬選了文科 對 然後就 就是 因為電影系是文科的 然後就 英雄文科 結果文科超級爛 我是社會科從來沒有幾個過 對 但是我就是有在文組 文組的 這個領域裡面就是 我數理是 有稱霸 那當然啊 在文組肯定會做你稱霸 那為什麼念理科啊 因為我想要 想要走表演者 表演者 就是那時候有什麼生涯規劃 就是有說什麼 表演者就是文科 然後我就硬選這樣 硬選 因為以前就覺得 欸選了是不是 就很像是 你們玩遊戲的時候 你要選轉職 你就轉職不了別人其他 對不起 你會沒辦法選別的職業 對 對 你會沒辦法選別的職業 我表演夢 很好啊 那就是很輕的 你現在就派上用賞了 對 樹林 就剛剛好 對 好 那以為這次有碰到那個 很多數學老師 還有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聊聊說 你什麼小時候想要看太空的 喔 我 那是小時候的夢想 對 外太空還蠻 還蠻 有 有研究 小時候 那 主要是那個 因為 對外太空是 無景 就是 好浪漫 我幫你配這個音樂 就是剛剛好 就是 無限的 無限的那些 不知道的資訊 對 未知的事情 所以就是還蠻想要探險 或者就是 然後有 要有解答 這個 這個心態 對於外太空 那就 碰到那個 教授的時候 一直聊 一直聊 對於很多 很機密的事情 就是對於 喔 不能講下去了 可以啦 講啦 他說他講的國家機密 講是國家機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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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還蠻 還蠻就是 TOP的那些資訊 我覺得還 對我 對我來講是很 很 很榮 很榮幸 有得到那些消息 然後再來就是 很 有重啟我小時候的那個興趣 啟動我小時候的興趣 裡面有寫到說 你因為小時候 玩當球前的狀況 對啊 這個 這個 這邊 哪邊 這個的吧 左邊 這邊 左邊 我在左你的右 我在左你的右 對 對就是 相信那個 地心引力 是會 當秋千 或者是任何東西 你拉著他 他會 他會 用 地心引力去抓住他 然後晃到對方 然後再怎麼樣 也不會打到你下巴 或者打到你 因為他這個位 他這個位置 就是 不允許他再增加他的這個 Mass 他的 Force Acceleration 所以絕對不會打到 但是這樣 忘記他還是也有重量 重量就是直接 敲到我自己 你是站著然後在那邊拿那個 那時候先這樣子晃 沒有 他就這樣丟下去 他就這樣丟下去 他就丟下去 抱回來 抱回來 然後就是下一秒就是 啊啊啊啊 我整個臉都是血 哇 蛤啊 那個縫幾隻啊 沒有縫 我媽媽決定不用縫 就是說 自然就好就好了 沒事 應該不會那麼深吧 然後就發現 很後悔 從此以後就變成這個 這個巴了 對 很美 當秋千 這個就是 對物理的不知 那你知道他會有陰影嗎 當秋千 沒有 就是覺得 發現的是重量 好繼續玩啊 繼續玩啊 為什麼 很皮啊 很那個 好動 但是我想問你們 會不會有做過類似的夢 比如說 雨薇跟 雨恩你們是在一個 無限回圈的裡面 的夢境 然後像 小韓跟孟華 你們是在有點被大逃殺 感覺的那個 床關裡面 你們自己有夢過那種 惡夢嗎 如果這是一個夢境的話 你說以我們現在的 對 就是有物理學 夢到 對 比如說你就是一直在這個 夢境裡面 然後醒來就是這個 這個空間 真的就是時間 我們做過類似的 樂的夢 沒有 沒有耶 但我很喜歡看大逃殺 我覺得我想要 想要參與大逃殺 我覺得超帥的 對啊我也覺得很酷 對啊我覺得超帥 然後就很想要真的 就是一關一關這樣去闖 結果真的 那你覺得你在參加大逃殺的話 你是會第一個陣亡 還是你會解離到最後 他樹裡那麼厲害 他應該是可以撐滿久的 我覺得我是第一個陣亡 為什麼 因為我這是 考社會題 考社會題第一個陣亡 不是因為我真的 對於什麼事情都太好奇 什麼都想去碰碰看 什麼都想試試看 然後就是 對我都會是第一個先去 先去誤觸東西的 先去誤觸東西的 然後就會先被淘汰 然後就會先被淘汰 就爆掉了 很可愛的 好謝謝你幫我們以身世法 那小羽跟以為有關的類似的 夢 對啊或是你 一家有夢過 其實我就是很容易 追什麼劇 然後一直沈迷於裡面的時候 晚上就會夢到那個劇情 那之前很多很類似 一直到大逃殺這種片 就追得很勤的 就很容易夢到 覺得自己也在那個遊戲裡面 那會因為看到浪漫的愛情劇 然後去夢到男主角 然後你就變成獨角這樣嗎 不會 那個不夠 那個沒有那麼感官 沒有那麼刺激 我覺得就是 接收太多刺激的東西 才會夢到 比如說看鬼片 晚上也可能會夢到 那宜恩是那種 有嗎 有嗎 我那小群有沒有 因為我蠻常常夢 還是你也喜歡看大逃殺 但我覺得那種重複的夢 好像蠻容易 就是你會覺得有一個人在追你 然後你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就是好像身體有一點點醒來了 但是你要還沒完全醒 又很快又睡回去 然後那個夢又要重來一次 就我還蠻常會這樣 這也是鬼壓床欸 真的 那這是鬼壓床嗎 對啊 是鬼壓床 不是 鬼壓床 不是那種鬼壓床 沒有辦法動 過來的人 親一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因為你就要還睡回去 要繼續做夢 對 就是那個夢會有延續 還蠻可怕的 我是沒有 可是我還好 那你數學超爛 那距離的台詞會很難背嗎 我第一次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真的很佩服她這個角色 真的是太佩服 因為裡面有太多她要那個解體的東西 那個 我甚至覺得讓我 我可能要背一個月吧 我才有可能像你這樣 就是把它寫出 真的真的 所以那時候 我在演 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就想說好險 好險都不是你講 你只要在那邊 指這個 指這個 有啦 有第一場戲 有稍微 那個 還是有啦 就是不多 我就覺得好險好險 我很怕 我就很怕 我在那邊就是 教課教的跟真的一樣 我壓力好大 就可能要先閉關練習一個月 有啊 就是A2等於 就是B2加C2 而且如果老大人要拍什麼一鏡的話 那真的不得了 那真的不得了 好棒 佩服 你 學娃你上禮拜的新聞 那麼多曝光 有沒有得到家人的回規 外婆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那個 他一定滿頭問 他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他等一下起床 你是不是上網搜尋 沒有 反正他們就是問我 不要再搜尋了 不要讓他成為那個 一直被搜尋的事情 就是我前陣子演了一部戲 然後裡面有床戲的部分 然後 不用解釋的就是回答他們 你想知道啊 就是可能會從中間會 你們先採訪 然後我先調查一下 我昨天剛從泰國回來 就是跟外婆一起 跟所有家人 對 那 我就覺得 好險我逃出台灣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到這些新聞 因為其實我也不曉得 他們會不會關心我的 心情 但好像還好 但當時收到滿多朋友 跟 一些工作人員 包含導演 製片 全部跑來關心我 抱歉 還好吧 什麼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曉得 對啊 通常這種事也是不會講出來 那去青脈有厭遇嗎 有喔 唉唷 是怎麼樣的那個 而且被年紀非常小的人搭訕 他以為我們跟他差不多年紀 我是阿姨 他大概19歲 不錯阿 不錯阿 很好阿 是在怎麼樣的場合 我就跟我弟去一個小酒吧 然後就看表演 就是青脈很多這種樂團表演 對 然後婷婷就有一個 兩個 廣州來的男生 就是問我們要不要 可不可以跟我們併桌 一起這樣子 然後就 然後反正就跟我聊天 然後聊聊 然後就都會聊說 從哪裡來的阿 或什麼什麼 然後 後來真的很好奇他們幾歲 然後就一個 一個十九 一個二十二 但最後我沒有告訴他我幾歲 弟弟都在旁邊 弟弟都在旁邊 對啊 有一點 我跟我弟弟還有我表弟 我們是三個人 對 那弟弟跟表弟有什麼反應 沒有太多反應 他們就是 講到年齡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一直看我 他那邊就是詭異的笑 那你有給嗎 給什麼 黏露什麼 我沒有給 但是我弟弟他們給了 蛤 為什麼 好小 所以是搭上弟弟的 所以是搭上弟弟的 是這樣嗎 我誤會了 所以你直接給他IG就好了嗎 不要 這個是公開的 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當然不會給他我的IG 那弟弟跟他要給是什麼意思 沒有就是他們覺得說 也許接下來這幾天 還可以一起出來玩 所以他們不敢跟我要 對他們覺得跟弟弟要也是一樣意思 就反正會一起出來 那不是要單獨 那你在出來嗎 你在出來嗎 沒有 沒有 續結 續結 那兩個廣州小朋友還蠻大膽的 蠻大膽的 蠻大膽的 帥嗎 突擊用心 一般 就正常 沒有說特別帥 但對弟弟說蠻帥的 這次去參加那個秀的時候 有跟謝霆蜂講到話嗎 沒有我不敢 我看你只有遠遠的拍 然後放幾顆IC在他頭上 對對對我偷看他 他有跟我打招呼 對 但我實在是不太好意思跟他合照 因為那時候我是坐這裡嘛 然後他坐那裡 所以中間有隔兩三個其他藝人 你如果要跟他合照 你就必須會擋到別人 就是那個 擋到沒關係 那個不太好 就是 你知道我意思就是 我要跟他合照的話 就會 對 就是這樣好像不太禮貌 所以我想說算 沒有什麼機會 看到就好 以為你跟你的婚禮 今年有什麼進展 這個好像跟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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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展 就是 因為他現在又要盲舞台劇 那 又停擺了對不對 又停擺了 反正就是 還是會設計 以設計 還是會要要辦 但是就 應該沒有那麼急著要辦 反正是兇手是我 因為我找你演的台劇 我弟出橄欖枝 對 反正就是 他也要演舞台劇 那一定會 全力以赴的支持 你們還有在過情人節嗎 那時候是 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飯 有了 還有在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還有在過 沒有人從街上這樣問 對這個問題 結果到底要不要 還要不要過情人節 還要啊 為什麼不要 因為他說很多個節日要過 要有什麼結婚紀念日啊 就昨天有過 喔 那個是白人 白色情人 白色情人節 我覺得白色情人節 我還是不習慣的 要慶生 因為這是男生 要慶祝 是男生是要回 對不對 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的問題 女生回憶 女生回憶 喔 所以我還是搞不懂 但我剛剛覺得2月14號還是就是 情人節 情人節而已 太多情人節 太多節要過 對啊 請問是 請問是粉絲在聯約嗎 還是 幫你們做 我那時候也還蠻 還蠻驚訝 也很感動 我想說這是假的 這是 你可以拼圖 對 放上去 然後發現怎麼那麼多轉發 然後就發現 我給您看一下 就覺得這是真的嗎 然後 那也是假的 然後看到新聞的時候 好像不是假的 然後 就 還蠻 就是 轉發一下 還蠻 真的很特別 很感動 我覺得 他們很用心 很棒 幸福 他們是去你們 採點你們的約會 應該不是吧 只是一個 只是 讓你們放下 讓那邊的人 就是 就是我們 但求恩成功 求恩成功 就是 對 他們都比我們還要浪漫 但在實在廣場 可惜啦 就是沒有 我有幾個朋友在那邊工作 他們沒有看到 所以你們有看到嗎 我錯過了 但是沒想到是有這樣的 系統 可以讓 可以讓這些 可以撥上去 好 差不多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四位 稍微 壓下 補點鐘 壓到我們小台角 等一下會是 以恩先 好 大家可以先在這邊先補告 還是你們要照一下自己的東西 還是你們要感到 還是你們要感到 就是禁忌的話 小波先不要說這個 我就對了 就來 我已經開開心出去玩 就不聊這個事了 那我可以知道導演傳訊息 傳道歉訊息 還是傳訊息 嗯 不是道歉啦 就是說 沒有想到就是 有帶給我這層壓力啊 這樣子 就是 很關心我的心情 就是 有沒有比較好 因為他有時候對你很疼 因為我們是隔天有去綁 對 然後我們就有跟導演說 欸小楠哭勒 對 對 沒事啦 哭完就好 但你哭的是美的耶 真的嗎 對 我自己沒有看 但是他們有說 那個場景有點奇怪 怎麼突然摔了內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起床 因為你們軟啊 但是哭的很美 對啊 而且你是那種 含框以後 因為我根本不想哭 我根本不想哭 我不輕易在別人面前哭的 對啊 對 不要說是穿內衣 就連平常都不可能 我家人是幾乎沒有看過我哭過的 我是那種 你是那種躲在房間裡哭的那種個性 所以我根本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 會在 肥體面前 對 在穿內衣 又穿著內衣 又在那麼多人面前 哈哈哈哈